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KPL及后赛败者组的比赛依然在进行 游戏安WE对战RW下,两支队伍的交战情况异常激烈,一直打到了巅峰对决 最终WE4比3赢了RW下,赢下比赛后,WE的射手配恩眼面痛哭 可见这场胜利对他而言多么重要,这场痛哭也是在表达自己职业生涯的不义 他转会到WE是个正确的决定,说回这场比赛,其实两对失误的地方挺多的 要不然也不会拖入巅峰对决,比如第四局WE被小爷的要偷了家,真的是不应该 WE这局的阵容挺不错,以被偷家的方式输掉这局真的可惜 而第六局RW下的英雄池问题暴露无疑,作为边路的小宋居然不会马超 反而让自家打赢,马超顶了上去,英雄池短缺就注定无法成为一支强队 小宋的边路继续加深英雄池,WE本赛季的改变跟北京微博一样令人惊喜 他们从E-Star挖了三个队员过来,组成了一支看上去不强的队伍 结果从春季赛第一轮开始就迅猛发力 第一轮打完就冲进了S组,直接位列TPL强队 现在他们击败RW下后,进入了春季赛六强 这样的成绩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了重组的力量,成绩不好的时候 死绣着原先的队员,肯定是打不出成绩的 看看21年重组后的E-Star战队 以及现在的北京微博和WE,成绩差的战队该怎么做已经都知道了吧 下一场比赛WE的对手是XYG 哪怕他们输给对手关系也不大 六强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他们重组的成功 这仅仅是他们重组后的第一个赛季 经过大赛的磨合之后,他们一定会变得更强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本赛季WE的表现呢 这次是XYG